今天我们来看一块有味道的硬盘 这一块三星的固态移动硬盘 它是一不小心就被它的主人当做垃圾丢到垃圾桶里面了 后面发现不对劲 又从垃圾桶里面捡了回来 目前这块硬盘还是稍微有一点味道的 当时找到它的时候已经是一天以后的事情了 值得庆幸的是还好这一段时间 垃圾桶并没有被轻运走 后面盘主有对它进行通电测试 硬盘目前是已经不认盘了 不认盘我推测它里面大概率是浸液了 而且浸的还是污水 具体有啥大家自由想象 但是我是建议对方马上把这一整块硬盘 直接浸泡到清水里面进行冲洗 可能有的网友会有疑问了 浸水以后不是应该马上烘干吗 为什么还要浸泡 这不是增加了浸液的面积吗 如果这时候我再找出两块浸液的主板 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应该就能理解我的用意了 这一块是之前浸水以后没有做任何清理的 我拿到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了 几乎是整块主板都已经发黑了 而且这里有铜皮的地方都已经长出铜绿了 另外第二块主板也是浸水的 当时我是让对方把它泡到清水里面 冲洗干净以后再浸过来的 虽然这个焊盘上有一点点腐蚀 比较明显的就是接口这一边了 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这一块要轻微的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对方先清洗一下了吧 主要还是可以把一些有可能腐蚀的液体 尽可能的稀释掉 这块盘本来是有密封外壳的 效果应该会差一点 具体我们给它先拆开来研究研究 我记得是从这一边切开的 底下有两个螺丝 接口这边还要继续拆 并不是那么好翘啊 估计里面是用浇水封死了 OK 开了 哎呦我去 这块盘里面一肚子坏水啊 里面的大肠杆菌绝对是爆表了 先让我清理一下 这里面的味道还是有点刺鼻的 只能用臭气熏天来形容了 刚才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来拆 我怎么感觉像是在修下水道一样啊 四个螺丝拧开看一下主板是什么情况 希望它这一块主板不要有太严重的腐蚀或者掉点 这边是用胶带贴住了 这边的纸还是湿的 说实话 这个味道真的不好闻啊 这一块主板上除了纪念以外 暂时没有发现非常明显的腐蚀或者掉点的迹象 应该是之前清洗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接着我们给它喷酒精上去清理一下 同时也能起到灭菌消毒的效果 待会儿这个酒精清洗完以后 让它自然风干好了 不需要特意去烘干它 因为我们这边最近冷空气来了 所以这一块盘在阳台上晾了一个晚上就风干了 这个主控采用的是三星980不带Pro的那一款 主板上有一些地方发白这也是正常的 这是水分风干以后剩下的一些盐分 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 如果想要美观的话可以再用蒸馏水洗一遍 但是目前没有必要 另外再多说两句题外话 我是不建议大家用三星移动硬盘里面 自带的那个加密网件的 因为最近一年我遇到的特别多都是突然锁死 就算输入正确的密码也无法被解锁 尝试更新固件的时候也是因为加密 必须要先解密才能更新 就这样掉到了一个死循环里面 如果大家一定要使用加密的话 我还是建议Beatlock 只要有恢复密钥备份好 就算分区坏了也还是有机会尝试修复的 Beatlock加密的是底层的逻辑数据 而三星加密软件它用的是固件级的加密 固件一出问题那就没戏了 目前这块盘上电电流它是正常的 而且也有跳变 我们来测试一下 硬盘上机只亮了一个灯 电脑上没有任何的反应 也没有提示音 换一边看一下 还是一样啊 左侧这两个呢是硬盘的短接口 我们把它短接起来 看一下这个主控它能不能识别到 短接上以后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再来量一下电压输出部分正不正常 一共有五个电感 1.8 0.8 这里没有 2.5 3.3 电压是全部都有的 刚才的接口这边我也测量过 它们的信号联通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这会是什么坏了呢 结合刚才上级没有反应的情况来看 我会怀疑可能是这个桥接芯片存在问题 怎么判断呢排除法 后面的这一部分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普通的980硬盘 而前面这一部分就是硬盘盒了 如果是后面这一部分坏了 至少我短接能用到一个1G的分区吧 刚才短接是完全没有检测到这个主控的 那会不会是它的主控挂了呢 有可能但是概率比较低 就算主控挂了只剩下桥接器 那它应该会出现一个桥接器的分区 在点击去的时候会提示一个请插入磁盘 而这一块盘是完全不显示的那一种 并且我看后面的电流 像是主控已经开始工作了 所以想要排查是不是主控的问题 还得先把这个桥接器的问题解决掉先 刚才它的理由找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掏出料板 把这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桥接器给它更换掉 这种QNF封装的芯片它并不好拆呀 因为它的边缘都是光滑的 我也是费了好一会功夫才把它给拆下来的 接下来我们把料板上的这一个桥接芯片给它干上去 桥接芯片换完我们再来试一下 好的现在上机已经可以轻松识别到这个分区了 就是它这个桥接芯片挂了 我估计之前就是因为水分没有处理干净 它一通电这个桥接器就跟着一起被击穿了 它 dome 咱 near 我们的